歡迎收看黃金年代 人生如夢 回憶如風 感謝您的觀看與訂閱 在80、90年代香港電影鼎盛的時候 出產的男神可謂多不勝數 昔日的他們 各個陽光俊美 神采飛揚 都是五官京聚的花美男 隨著時間的流逝 他們的變化是非常大的 有人滿臉皺紋 有人身材依旧健碩 下面讓我們一起來看看 希致的男神巨星們如今怎麼樣了吧 1.萬子良 64歲 巔峰時期的萬子良可謂大哥專業戶 烏黑發亮的大悲頭 霸氣十足的氣場是不少人模仿的對象 萬子良算是港圈老前輩了 曾出演過《他來自江湖》和《古惑仔》系列等經典作品 長相不算特別完美 但盛在氣場十足 他飾演的江湖大佬至今是很多觀眾心目中的經典 也算是港圈一代記憶 只可惜後來他患上了糖尿病 因為藥物的副作用 身材發福 走心嚴重 整個面相都蒼老了很多 之後又經歷了暴瘦 臉部皺紋明顯 頭髮稀疏 精神面貌遠不如以前 幸好經過調理 萬子良恢復了健康 但如今64歲的萬子良卻蒼老了不少 從他近期的近兆來看 萬子良身材銷瘦了很多 臉上的皺紋明顯 頭髮細疏花白 走路懸浮 還有旁邊的保鏢扶著 似乎狀態不太好 2. 湯震葉 63歲 當年五虎將中 湯震葉可是不折不扣的顏值擔當 港媒一度用嫩的出水來形容它 劉德華曾經說過 湯震葉是無限五虎將中最帥的一個 但步入中老年後 湯震葉自嘲 自己已經變成最醜的一個了 湯震葉年輕時的顏值毋庸置疑 他的五官大忌 特別適合飾演貴公子 不過 湯震葉的巔峰期也不長 30歲過後臉就發塞變寬 有發福的跡象 這種變化和他的視野有很大關係 當年因翁美玲事件 湯震葉受到了大量抵制 根本無戲可拍 只好轉戰內地做生意 不拍戲當然不用注重身材 加上常年流轉於酒桌上 自然就成了這副大款的模樣 如今 63歲的湯震葉早已經不拍戲了 也已經定居內地 娶了內地妻子 時不時和妻子參加直播帶貨 相當愜意 3.鄧子豐 61歲 鄧子豐是TVB的黃金配角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沖上雲霄裡扮演的機長 程日東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鄧子豐本人是真飛機師 他持有飛機駕照 還有超過300個小時的飛行經驗 鄧子豐年輕時像極樂班上帥氣的優等生 實際畢業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的他 確實是個精通四國語言的學霸 鄧子豐的事業並不算紅火 一直演各種配角 但他的家庭生活則是低調又美滿 老婆貌美不輸女明星 鄧子豐出身顯赫 他的爸爸鄧婷從曾經營空運及海運的業務 家族資產高達20億港幣 有句俗話說的好 男人有錢就變壞 儘管鄧子豐如此富有 可他出道這麼多年卻從未傳出過緋文 與妻子育有兩兒兩女 感情穩定 家庭生活幸福 現年61歲的鄧子豐作風一向低調 幾乎從不炫富 近年來他一直都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出現在目前的機會大大減少 因此外界鮮少能瞭解到他的近況 直到年初鄧子豐主動曬出自己的拜年照片 才罕見曝光了他家的豪宅內景 內部十分豪華惹人羨慕 他經常會開著飛機到周邊去玩 也會帶著朋友一起去打打高爾夫 吃吃喝喝 十分享受人生 4.呂良偉 66歲 說到港圈的不老男神 就不得不提呂良偉 常年堅持健身的呂良偉 66歲身材依然保持得很挺拔和健壯 加上本身身材高大 五官大氣 使得他看起來很有氣場 做演員時 呂良偉還是很成功的 一部《上海灘》讓他火遍兩岸三地 80年代接連出演過《雪山飛虎》、《破豪》、《博士無雙》、 《黃飛鴻》等多部熱劇 人氣逐漸高漲之後 呂良偉也沒少接各種商演 這種商演每場價格不等 憑藉良偉的人氣和他的超高顏值 當年他的口碑和身價都很好 歷經前兩段失敗的婚姻後 呂良偉顯得很謹慎 並未再找圈內人 第三任妻子楊曉娟是位女商人 小呂良偉整整15歲 兩人於2001年在法國結婚 婚後育有一子 時至今日 夫妻兩人的感情生活依舊非常恩愛 呂良偉會為喜歡花草的妻子開心送花 還將自己的全部身家都交給妻子掌管 近日 呂良偉在個人社交平臺上發布了一段 與好友相聚內蒙吃烤全羊的視頻 視頻中 呂良偉穿了一件緊身的白色短袖上衣 手臂處緊實的肌肉 將衣服的袖口撐得飽滿有形 胸肌也若隱若現 幾乎全身沒有一絲坠肉 5.劉德華 六十歲 今年已經60歲的劉德華稱得上是港圈的長青術 現在還能在香港電影裡出演男主角 劉德華也是港圈男神中很會保養的男性之一 比起靠健身保養身材 劉德華保養的方式主要靠十年如一日的健康飲食習慣 他曾說過 梁朝偉愛思考 自己喜歡行動 這句話翻譯過來 就是梁朝偉偏感性 而劉德華是絕對理性 所以 劉德華從不會受到情緒影響 他可以幾十年如一日 每天把自己的工作安排得滿滿當當 通過絕對的自律和勤奮 突破瓶頸 這種自律不僅體現在工作上 也貫穿整個飲食習慣 堅持少吃多餐 少油 少鹽 少甜 以及常年運動 所以 儘管已經61歲 整體卻顯得非常年輕 身材勻襯 精氣神十足 絲毫沒有同齡人的默契 6.梁朝偉 60歲 梁朝偉的成長道路不算平坦 15歲時他就因為要養家而輟學外出找工作 從事過銷售員 文員 抱童等各種各樣的零工 這樣的生活似乎和娛樂圈毫不相關 但梁朝偉當時有一位好友 十分癡迷電影 想成為電影明星 這位好友就是周星馳 兩人算得上是時與威時 而後結伴一起去報名無線電視TVB的議員訓練班 結果只有梁朝偉通過面試 據梁朝偉自己回憶 可能就是那個什麼都不會的眼神打動了考官 從無線無虎到王家衛御用演員 再到無間道理內心世界複雜的臥底 梁朝偉的心圖可謂是順風順水 在梁朝偉60歲生日那天 劉嘉玲在社交平臺曬照為其慶生生日快樂 每天快樂 永遠快樂 粉絲也得以久微地看到梁朝偉的照片 已經60歲的偉仔 雖然臉上不乏能見到歲月的痕跡 但那雙曾迷倒無數影迷的眼睛 依然魅力不見 有粉絲說 偉仔的笑容還是那麼靦腆 就像初遇時一樣 7.周星馳 60歲 雖然周星馳不以顏值著稱 可是年輕時的星仔皮膚細膩 長相清秀 也不失美男子一眉 王晶曾經說過 演喜劇比悲劇困難十倍 因為要不斷說服自己像 不知道是不是用腦過度 周星馳的頭髮白得很早 40歲左右就開始冒白 之後逐漸增多 幾乎全部花白 周星馳也沒處理 一直頂著一頭白髮 總給人未老先衰的感覺 近期 周星馳罕見露面 談香港回歸25年 剛剛過完60歲生日的他 精神狀態非常不錯 當天現身的周星馳打扮十分隆重 渾身上下都散發出藝術的氣息 這次露面的周星馳臉上浮出了一些老年般 無拘也發白 不過好在精神狀態仍然像個年輕人 皮膚也很緊緻 受訪期間 周星馳全程都保持著微笑 心情非常不錯的樣子 講話時更是美肥色舞 一拼一笑都像是經典電影裡的片段 畫面曝光後引發熱議 有人直言周星馳變得活潑了很多 普通話也有了很大的進步 還有人感慨到 他真的是一位很值得尊敬的好導演 何嘉進 62歲 何嘉進年輕時已經是標準的帥哥 最經典的展昭 不過他也是早早退權經商 如今的何嘉進安心經營著自己的事業 他不僅在線下忙碌 還在線上帶貨 日子過得忙碌充足 何嘉進的狀態也很令人羨慕 已經62歲的他 因為常年喜歡健身 身材保養得很好 臉上看不出明顯皺紋 氣色更加年輕 說是三四十歲也不過分 近期何嘉進曬出在內地生活近況 畫面中他穿著一件黑色背襟 戴著眼鏡打扮接地氣 乍一看還真和燒烤攤位的小哥模樣無異 62歲的他絲毫不顯老 不僅長相依舊俊朗 身材也歸避了中年發福 一身腱子肉黑到發亮 身材健碩有形 無論是做明鏡藝人 還是做忙於事業的商人 何嘉進都能幹出了成績 雖然如今的他已經年過六十 仍是獨身藝人 但也絲毫不影響他過精彩的人生 鍾振濤 69歲 鍾振濤經歷了和前妻的離婚和破產之後 在二婚妻子的幫助下 不但還清了債務 還在內地買了豪宅定居下來 如今生活無憂 已經算半退圈的鍾振濤 看得出來也沒有刻意保養 他的身材消瘦 臉上有明顯皺紋 不過看起來精神很好 年近70歲有這樣的狀態已經算很好了 10.周潤發 67歲 年輕時候的周潤發有多英俊瀟灑就不多說了 最近幾年卻是肉眼可見的蒼老了不少 頭髮花白 身材消瘦 臉部皮膚乾瘪 顯得皺紋很深 與同年齡男性相比 保養的並不算好 晚年的周潤發鮮少拍戲 很多人知道他最大的樂趣就是爬山 還調侃自己退休之後 想做爬山教練 雖然周潤發的頭髮花白 身材消瘦 皺紋明顯 但是他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還是很出眾的 以上就是十位昔日的男神巨星 港圈男神也並不是每一位都能很動靈的 不過 男神馳暮雖然有些遺憾 但自然衰老本來就是自然規律 身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到這裡就結束了 您對今天的內容有何感想呢? 不說港圈男神很會保養 但並不是每個男神都能在年過花甲之後 保養得像劉德華和苗喬偉那麼年輕 可惜 歲月不饒人 誰都難逃易老 比如下面這幾位港圈老牌男神 有人已經胡子花白 有人還保持著肩寬體壯 接下來就帶大家一起來看一下吧 1.徐少強 胡子花白 滿臉老人般 近日 老戲谷徐少強在社交平臺發布近照 照片中與從前的樣貌看起來有很大差別 有些讓人認不出來 他胡子花白 眼帶低垂 相當明顯 正在模仿降龍十八掌的動作 從背景來看 他似乎居住在鄉間的小洋房 看起來很是愜意 從1967年出道至今 徐少強出道已有五十多年 出演過82年版《天龍八部》中的《喬峰》 周星馳電影《武壯遠蘇啟兒》中的 《天理教教主》 趙無极等眾多角色 可以說 徐少強的從影時間陪伴了許多人的成長 如今 一到古希之年的徐少強 胡鬚已白 連他自己都在感慨 自己已經老了 叹氣感慨 花有重開日 人無再少年 從視頻中也可以看出 徐少強的確老態比較明顯 不僅已經是滿臉的老人般 甚至連脖子上也有 但依舊活躍在銀幕上 精神絕朔 心態年輕 身體依舊健壯 人活到這個歲數 依舊能夠還有喜歡的工作可做 一邊享受生活 也是一樁樂事 2.苗喬伟 外形不修蝙蝠 變化大 2022年5月6日 一組網友在加拿大溫哥華偶遇苗喬伟的照片引起熱議 許久不見 他變化大到認不出來 生活瀟灑愜意 從畫面來看 苗喬伟正在和友人在餐廳覓食 他身穿一身黑色套裝 頭戴棒球帽 衣服滿是褶皺 非常不修蝙蝠 64歲的苗喬伟臉上已經有了歲月的痕跡 髮令紋格外明顯 臉周胡子拉叉的 近顯歲月的痕跡 不知道是不是伙食太好 苗喬伟身材微微發福 臉頰圓潤了不少 缺少了聚光燈的照射 苗喬伟泯然眾人意 和以往屏幕上的帥氣形象相差甚遠 作為老牌港精 苗喬伟曾因出演《八三版社雕英雄傳》中的 楊康一角走紅 並與梁朝偉 劉德華 湯振業 黃日華四人 並稱為無線無虎 他出道多年作品頗多 一直到現在還活躍在影視圈 3.梁家輝 胡茶花白 低調吃甜品 2021年12月27日晚 有網友曬出與演員梁家輝的合影 對其讚不絕口 該網友表示 當晚自己帶著小孩正在酒店吃甜品 沒想到梁家輝也是這家店的客人 還透露他本人非常低調 和路人在一起用餐很久都沒有被認出來 後來身份被識破後 梁家輝也沒有表現出私人事件被打搅的不悅 反而表現得十分和蔼親切 對路人的合影要求都一概滿足 照片中 梁家輝穿著淡紫色衛衣和運動長褲 身材高挑瘦靴 在人群中十分亮眼 而他旁邊則站著一個路人小孩 兩人站在一起如同爺孫 畫面十分溫馨 許久未在公眾面前亮相的梁家輝看上去衰老了不少 在與路人的合影中 他的鬍鬚激進全白 笑咪咪站在小女孩身旁 就像是個普通長輩 不過他的精氣神都在 給人感覺就是一個很精神的老頭 六十多歲還能有這樣的狀態已經算很不錯了 梁家輝作為演員實際相當亮眼 曾經五次拿到金像獎 是名副其實的影帝 他和大多數演員一樣 都是從龍套開始做起 在事業低谷期 他遇到了江嘉年 兩人在1987年結婚 當時梁家輝身無分文 而女方卻是電台製作人 家境優越 這段女強男弱的婚姻 卻沒有因為雙方天差地別的條件而潦草結束 反而持續到了現在 感情令人羡慕 4.呂良偉 無皺紋 肩寬 體壮 超有型 近日 有網友曬出呂良偉與好友們參加某活動時的照片 照片中除了呂良偉本人外 還有TVB資深演員黃德斌等人 在照片中 呂良偉一如既往的年輕帥氣 只見她造型犀利時髦 穿著黑色西裝 內搭黑白點妝襯衣 皮膚光滑紅潤 看不見一絲皱紋 特別是她的頭髮也被梳得整整齊齊 顯得特別正式 比起呂良偉的穿搭 她的氣場更是引人矚目 雖然今年已經67歲了 但因為她肩寬體壮的緣故 就像行走的衣服架子一樣 會給人一種行男犯的感覺 不過 雖然呂良偉保養得十分得當 但她的眼窝深陷 看起來略有疲態 有點無精打采 呂良偉如今雖然工作量大幅減少 但她的退休生活則十分愜意熟心 與富商妻子楊小娟之間的感情 二十年如一日地甜蜜穩定 兩人婚後育有益子 真正實現了家庭事業雙丰收 這樣的生活著實讓人羨慕 回顧這些年的一幕生涯 呂良偉最遺憾的是沒演過愛情片和文藝片 從《上海灘》中的丁丽 到《博豪》中的《大哥》 呂良偉為無數觀眾影迷們奉獻了精彩的表演 雖然她已經67歲了 但相信她還是會堅持下去 為大家帶來更加優秀的作品 5.湯振葉 大肚圓滾身材發福 近日 湯振葉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條自己與老婆日常互動的視頻 畫面中 湯振葉身材發福明顯 挺著大肚子坐在椅子上 裝扮成超人逗老婆開心 她言語十分有趣 裝扮也很搞笑 視頻開頭 湯振葉先是曬出了自己在螢幕上的大老形象 畫面中的她眉頭緊皱 言語淋漓 光是看照片就已經感受到了壓迫感 但接下來的反轉讓人意想不到 湯振葉拿著手機記錄著自己在家的日常 只聽到她老婆大喊 喂喂喂 語氣聽起來十分暴躁 而湯振葉趕緊站起身逃離現場 十分搞笑 接著 湯振葉又曬出自己與老婆在車裡的互動視頻 只見湯振葉戴著墨鏡一臉笑容 眼角都笑出了皺紋 她一隻手拿著扇子給旁邊的老婆扇風 如今64歲的湯振葉將生活的中心轉移到了家庭上 湯振葉非常喜歡記錄生活 視頻中她記錄的是某個早晨她與老婆的時光 畫面中 湯振葉朝著鏡頭刷牙 一隻手拿著手機 邊刷牙邊告訴大家 老婆早晨7點便開始運動 值得關注的是 湯振葉家中有一個大書櫃 上面擺放著一排獎杯 旁邊還立著一幅字 看起來十分有老藝術家的風範 6. 歐陽振華 皮膚有黑眼帶深 近日 現年61歲的TVB著名演員歐陽振華晒出自己在劇組拍戲時的小視頻 久未露面的她 氣質上看起來略顯老態 但臉上皺紋很少 笑起來也十分陽光 特別是她透露在續拍自己的代表作《喜緣路》 這讓影迷們激動不已 視頻中 歐陽振華穿著戲中的古裝 皮膚有黑眼帶較深 眉間還有幾道明顯的皺紋 但整體上看 歐陽振華的氣色算得上不錯 只不過氣質上從早年間的憨態可居 喜氣洋洋 變成了更帶氣氛滄桑的成熟男人味 只見歐陽振華拿著手機自拍 環繞一圈 最後高興地笑了起來 標誌性的大鼻子 厚嘴唇 再加上她一口整齊的大白牙 曾經大家喜愛的那個電視劇之王 彷彿又回來了 據歐陽振華透露 他目前在恒電拍戲 重新翻拍自己的代表作《喜緣路》 《喜緣路》第一部拍攝於1999年 這也是《喜緣路》系列中最受好評的一部劇 如今時隔22年再次重拍 就連男主角還都是歐陽振華本人 不知是否能滿足大家的期待 周潤發 滿頭銀髮 皺紋深重 近日有網友曬出在爬山過程中偶遇周潤發的畫面 當天該網友們還開心地與周潤發合影 不少網友們都前來圍觀 畢竟發歌也久未露面 粉絲們也想一睹發個進照 畫面中的周潤發變化極大 不僅兩鬢全白 而且滿臉的皺紋 並且皺紋十分深厚 看上去著實有點顯老 同時網友們還表示 周潤發看上去有點憔悴 並且最近也相當地消瘦 整個人看上去完全不像是67歲的樣子 倒是像極了80歲的老人 按理說 周潤發常年跑步健身 應該十分健康 並且身為藝人 周潤發的狀態要比很多同齡人好很多 但是這一次看到周潤發 不僅憔悴消瘦 整個人看上去老了20歲的樣子 網友們都表示有點不敢相信 花哥是不是最近身體狀況不好呢 粉絲們也是很擔心 8.梁朝偉 滿臉老年般皺紋長全臉 2022年9月29日 演員齊夫木聰 在社交平臺上曬出了一組和梁朝偉聚餐時的照片 許久未露面的梁朝偉看上去銷售了不少 滿臉老年般 兩人全程英文交流 畫面曝光後引發關注 當天露面的梁朝偉穿著卡其色襯衫 特地染黑了頭髮 心情看上去非常不錯 但梁朝偉似乎消瘦了不少 胳膊纤細 下河線十分清晰 從畫面中可以看出 梁朝偉和七夫木聰聚會的場所十分高級 桌面上擺放著兩壺茶水 環境也很雅致 兩人都面帶微笑地聊著天 氛圍非常和諧 不過此次露面的梁朝偉似乎又老了不少 臉上布滿老年般 皺紋也遍不全臉 不過好在他精神狀態非常不錯 近半年來 梁朝偉一直在日本過著神隱般的生活 個人社交帳號也沒怎麼更新 不過卻有不少日本演員曬出過他的近況 在梁朝偉待在日本的這段時間裡 劉嘉玲的生活依舊十分瀟灑 經常現身各種聚會 每次露面時打扮得都很高調 梁朝偉和劉嘉玲在1988年音隙生情 攜手走過20年後 終於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如今兩人已經在一起30多年了 作為演員的梁朝偉也是中國為二的嘎納影帝 五拿金像 三拿金馬 由此可見 港圈男神也並不是每一位都能很動靈的 不過男神馳目雖然有些遺憾 但自然衰老本來就是自然規律 身體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這八位男神年輕時都曾經是港圈一個時代的回憶 可惜誰也無法逃過歲月的痕跡 但不管怎麼樣 他們永遠是觀眾心目中的男神 今天到這裡就結束了 您對今天的內容有何感想呢? 如果喜歡我們的話請按讚鼓勵一下吧 還有別忘了訂閱黃金年代喔 我們下期視頻再會